我叫王山,今年23岁 是咱们丰台分局反诈中心的民警 目前负责的是咱们丰台区电信网络诈骗的宣传防范工作 一跟大家说我是做宣传防范的 然后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 这不是那个宣传片里的小姑娘吗 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经常讲课的那个小姑娘 其实我的工作还是挺全面的 包括向事主进行预警 来挽回我们人民群众的财产损失 我本身学的是刑技专业 其实我们学校刑技专业的孩子都有一个现看的梦 大家都想学了四年的刑事科学技术 然后终于要上班了 终于要可以去现场了 都特别的激动 学到这个报警之后 第一时间咱们刑警队就赶到了现场 进行一个紧急的指幅和冻结工作 那在这个同时我就和咱们的事主进行了一些简短的交流 因为我要了解当时咱们事主的心理状态 之后才能给广大的人民群众做这种针对性的宣传防范措施 我想说一个关于我这个工作领域的一个小故事吧 就是有一天我接到了咱们基层民警的一个特别好的反馈 说两位老爷爷老奶奶然后去到银行特别着急的要汇款 当时咱们银行的工作人员就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就再三的和这个老爷爷老奶奶确认这个汇款理由 然后当时咱们这个老爷爷就憋不住了说 说哎呀我们孙子受伤了 说跟孩子打架了 然后对方让我们赶紧汇款 银行的工作人员呢 因为也接触过咱们系统性的群众防范授课 于是赶紧跟他儿子打了电话 社区民警当时说 直接到这个电话骑着自行车就去了 特别的着急 特别及时 当着老爷老奶奶的面 给孩子拨通的电话 成功的就是对这一起冒充熟人类的电信网了诈骗 做到了及时的劝阻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的市主不听我们的宣传 觉得我们在做一些无用功 甚至是无力取闹的事情 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存在的 其次就是还有一种比较让人心酸的现象 就是我们市主 就是接到我们电话之后 然后也很开心 也很认同 但是在我们挂断电话之后 依然向犯罪分子进行了这些转账 在我们影响当中 可能我们的老年人 是做我们这个受害群体的主要的这个方向 但其实在我们生活中 通过我们这种基因案 指负或者预警 发现我们的青年人才是主要的这个群体 甚至是我们一些小朋友 也会作为这个犯罪分子攻击的对象 我觉得我的优势可能 我天生的这个阳光脸吧 一开始刚接触这个工作的时候 可能也是带着一些畏惧和害怕 慢慢的通过这个工作的过程中 跟大家和百姓的这些接触 让我觉得这个工作特别有意思 如果真的说高光时刻 我觉得应该就是我认阅的时候 因为我也是到了现场 当时那个银行的一位工作人员就拉着我的手说 说王警官 说您又来了 我还记得您给我们讲课 就是因为您给我们讲课 所以我们整个银行 然后又提到了这种认识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 原来我做的凶手防范工作 真真正正的挽回了我们野人群众的财产损失 自从我从事这个工作之后 然后我的这些闺蜜们 朋友们甚至家人们都特别的关注这些王老诈骗 像我的小闺蜜都已经把我们做的公众号 普及给了他的妈妈 以前总是开玩笑说 这一批那个孩子好像是时代在推着你们走 其实呢我想说也许是时代成就了我们 但是呢我们也想着就是 让我们的努力去成就时代